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筑文化 戏曲艺术 饮食文化 民俗文化 伦理文化等等 可以说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 以至于以这部作品为基础产生了一门独立学科 红学 这部书的艺术魅力需要在反复品读中才能领略 通过有声语言进行播讲 有利也有弊 有利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再创作 帮助听众理解故事情节 但弊端就是 不如品读带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广阔 而且有声语言是线性传播 也束缚听众的品味时间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播讲呢 主要还是自己太喜欢了 想把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您分享 我呀 就像曹雪芹对读者所说的那样 也不期待您称其道庙 更不奢望您赞赏有加 只愿您当那醉饮宝卧之时或必是去仇之计把此一帆而已 说白了 就是酒足饭饱 无聊之际 听听 消磨消磨时光罢了 好了 咱们闲话少叙 赶紧进入正题 要讲红楼梦的故事 还得从咱们中华民族一个神话传说讲起 相信各位听说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 女娲是一位美丽的女神 传说是人头蛇身 水神贡公造反 与火神祝容交战 贡公被祝容打败了 他气急败坏 用头去撞支撑天的支柱布周山 导致天炉塌陷 女娲不忍百姓受灾 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 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红楼梦》的故事就跟着女娲补天有关系 传说当年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 在大荒山无鸡崖炼成高十二丈 长和宽都是二十四丈的丸石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女娲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只剩了一块没有用 就扔在大荒山青梗峰下 这块石头毕竟是被女娲炼过的呀 已经有了灵性 按现在话说就是有了思想 她见其他石头都去补天 唯独自己没能入选 心想 怎么就不用我呢 难道我就这么没有用吗 想不明白呀 整天是长虚短叹 说这一天 这块石头正在这郁闷的 从远处走过来了一僧一道 这个僧人叫茫茫大士 这个道长叫渺渺真人 您瞧起的这名 渺渺茫茫 让您看不清摸不着 嘿 就这么神 只见这一僧一道长得骨骼不凡 风神酒意 嘿 一看就不是咱们凡人 这两位神仙说说笑笑的就来到了峰下 坐在石头上高谈阔论 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 后来又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 常言说呀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石头听了 心想 这红尘中倒不错啊 反正我也是被人抛弃没有用的 在这闲着也是闲着 又无聊又寂寞 这要能到人间去享受享受这荣华富贵 那得多好啊 您瞧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动了烦心了 但他转面又想 自己是块大石头 又重又笨 怎么去呀 也是啊 您总不能让人搬着您去吧 谁搬得动啊 哎 这石头集中生智 居然口吐人言了 就是说说人话了 向这两位仙人说道 大师 弟子蠢物 不能见理了 刚才听二位仙师谈那人世间的荣耀繁华 心里很是向往 弟子虽然样子粗蠢 性情还是通小一点的 况且 我见二位仙行道体 定非凡人 必有补天济世之才 利物济人之德 如果承蒙您二位发一点慈悲 携带我进入红尘 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 自当永济大恩 茫茫大士听石头这么一说 笑道 哈哈哈哈 善哉善哉 那红尘中有事有些乐事 但不能永远一时 况且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么八个字紧紧相连 瞬息间又会乐极生悲 人非无患啊 到头来都是一场梦啊 我劝你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头已经动了烦心了 哪还听得尽这话呀 苦苦相求 哎呀 先是 你们就带我去逛逛呗 求求你们了 这个淼淼真人知道不可强制 叹了口气 这也是晋急思动 无中生有的定数啊 说到这儿 你可能问了 什么叫定数啊 哎 说白了呀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规律 什么规律啊 用道家的思想说就是阴阳转换 哲学的观点说就是事物的两方面互相转化 好 咱们闲话少说 继续听这位大仙怎么说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带你去享受享受 只是要不如意了 可不要后悔呀 石头一看有门 赶紧说当然当然 茫茫大士说道 就算说你有点灵性吧 可样子这么粗蠢 更别说什么奇贵之处了 也罢 我如今大师佛法 助你一臂之力 待享受结束了 还要还原成现在这样 以便了结此案 你觉得怎么样 石头听了赶紧说 好好好 多谢多谢 只见那僧人又念咒又画福 大展幻树 当时就把这块大石头变成一块晶莹劈头的美玉 又缩成了扇坠大小 多大呢 估计跟现在的樱桃差不多 可以在脖子上佩戴 也可以在手里把玩 茫茫大士笑道 呵呵呵 形体倒要是个宝物了 只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啊 还得再捐刻上几个字 让人一见就知道 这是个奇特的宝贝才行 然后带你到那昌明龙盛之邦 师里沾鹰之族 花柳繁华地 温柔富贵乡 去安身乐业 石头一听可乐坏了 说道 不知您赐给了我哪几件奇特之处 又不知道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茫茫大士笑道 不要问了 天机不可泄露 日后自然会明白的 说着就带着这块宝石 从淼淼真人飘然而去 这块宝石就是贾宝玉出生时 嘴里含着的那块宝玉 他随贾宝玉出生 成长 共同经历《红楼梦》的故事 直到故事结束 所谓万劫归空之后 又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 带回着大荒山 无极崖 青梗峰下 变回大石头的原形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节 有个空空道人仿道求仙 从这大荒山 无极崖 青梗峰下经过 看见这块大石头上字迹分明 似乎是一篇文章 空空道人从头一看 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无财补天 唤行入世 茫茫大士渺渺真人 带入红尘 历尽悲欢离合 事态烟凉的那段故事 故事的开头还有一首诗 无财可去不仓天 网入红尘若许年 此戏身前身后誓 欠谁寄去坐骑船 诗的后边就是这块石头坠落之乡 投胎之处 亲自经历的那一段故事 空空道人对石头说道 师兄 你这一段故事 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 因此编写在此想问世传奇 但据我看来 第一 无朝代年纪可靠 第二 并无大贤大中 李朝廷制风俗的善政 其中只不过几个异养女子 或情或吃 也无班姑菜女的德能 我即使抄回去 恐怕人们不爱看吧 石头笑着说 老先师 何必太认真啊 你说无朝代可考 你可以假借汉唐等朝代 又有何难 但我想 历来也使 表述方法如出一辙 倒不如我这不走这种套路的 反倒心其别致 不过只取其视体情理罢了 又何必拘泥于朝代年纪啊 再说了 世景俗人喜欢看治理之书的很少 爱试去贤书的特别多 历来也使 或者是诽谤君相 或者是贬低人家的妻女 充斥着色情邪恶 还有一种风月笔墨 内容淫秽乌臭 糟蹋文字 坏人子弟 至于那些写才子佳人的书 有千篇一律 很难脱离男欢女爱 以至于满指都是 潘安子贱 西子文君 其实 不过是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妇》来 即便是丫鬟奴婢 开口也是知乎者也 咬文嚼字 所以 你一看就会觉得处处都是自相矛盾 不尽情理的话 倒不如我这半辈子亲眼目睹的这几个女子 虽然不敢说强于钱袋书中所有之人 但誓清原委也可以消愁解闷 至于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的事 尽量的靠近真实 也不敢胡编乱造 先是 现在的人们 穷人天天为吃穿 奔波忙碌 费尽心思 富人呢 又贪心太大 不知足 纵然稍微能闲下心来 又会做些贪淫恋色 好货寻仇之事 哪里有功夫看那些智力之书 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其道妙 也不一定要世人赞赏有加 只愿他们吃饱喝足或者避世消愁的时候随便看看 消遣消遣罢了 大师意下如何 哎 您说这一篇长篇大论 听烦了吧 嘿 你还真别烦 这一段啊相当重要 这其实是曹雪芹借石头的嘴 说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思想 同时批判了其他野史或者小说的俗套 好了 这是题外之话 暂且不论 但说空空道人听后又怎么做的 这空空道人听了这一篇长篇大论 心想 石头说的有道理 得 那我就抄下来吧 于是将石头记从头到尾抄录回来 改名为晴僧禄 后来又经过若干人的传钞改写 先后更名为红楼梦封月宝剑 到曹雪芹这 曹雪芹在自己的书房道红轩中批阅十年 增山五次 传承目录 分出张回 又改名叫金陵十二差 说到这儿你得注意了 按照这个过程理解 红楼梦这个名字不是曹雪芹给起的 其实啊 这个改名的过程本来就是曹雪芹设计编排的 所以红楼梦这个名字当然也是曹雪芹的创作 曹雪芹在改好之后还提了一首绝句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兜云作者吃 谁解其中味 但愿我们在今后的分享中能解出一点其中的滋味 好 那到底石头上记得什么故事呢 且听下回分解 谁解释了 感谢观看